歡迎回來 里約熱內盧的郊區小鎮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藝術行動 當地居民從一九八二年開始 只要遇到節慶或者是比賽 就會家家戶戶 一起在牆壁上彩繪塗鴉 除了他們會畫巴西最著名的足球文化之外 他們連當地的信仰 還有國家大事都會畫在牆壁上 除了用塗鴉說故事 也凝聚了整個小鎮的情感 非常有趣 每面牆壁上都有許多可愛的塗鴉 這裡是里約熱內盧郊區的小鎮 每年只要遇到慶典或是比賽 大家都會彩繪自己的房子 街道 一起慶祝反映出里約的文化特色 從1982年來我們做這些圖鎮 我們開始是玩笑的 打架 今天我們做一個更專業的 更美 我們要做藝術 特別是藝術 我們要做藝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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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壁畫從1982年累積至今 每一年 居民都會再彩繪新的圖案 除了巴西最著名的足球文化 知名景點耶穌像 巴西的國旗都會被軍民畫上牆壁 還有藝術家把當地踢足球的小朋友 當作毒牙主題 吸引軍民圍觀 對 人們喜歡 到那邊哭 有些人覺得很不濃 很小 但人們喜歡 大家都在拍攝中心裡 在世界各地還有許多著名的塗鴉鎮 像是美國的布朗克斯區 西班牙的格納納達 以及台灣的彩虹眷村 當地居民用畫筆畫出他們的獨特文化 為了